在一起心情 也能在心靈怜 中華蘋果第54屆世界兒童畫展 國內北區優選獎頒獎典禮 12號上午在同德國小吉他社的 悠揚樂聲中揭開序幕 上百幅來自國內外的得獎作品 即日起在桃園市文化局2樓 3樓畫廊展出 每件畫作都可看得出 小朋友想要傳遞的社會文化與特色 世界兒童畫展的作品 因為兒童在畫畫創作的時候 他把他生活的感動表達出來 所以每一個國家的兒童的表現內涵 都是把他們的國家的社會 還有他們生活的情形表達出來 所以這個是世界兒童畫展的一個特色 那麼兒童畫展有低年級 中年級 高年級 不同的層次 所以因此兒童的畫畫 我們都非常重視他心理發展的特徵 為贏而出並不容易 各個都是萬種選一 我們這個活動是跟中華民國美術協會 所辦理的一個世界兒童畫展的一個 優秀作品的一個展覽 從現在開始一直展覽到11月26號為止 那這個主題非常的多元 從有和平的議題 有病毒 疫後以及環境 種種各種類別 豐富多元 那透過孩子的世界讓我們看到 目前世界正有怎麼樣的一個變化 從孩子的眼睛看到世界的一個不同樣貌 那我想這是一個非常值得來參觀 來參與的一個活動 也希望所有的夥伴們 市民們都能來參與 看這樣的一個畫展 世界兒童畫展 巡迴展展出時間至11月26號 歡迎大朋友小朋友一起來桃園市文化局參觀 記者林志欽桃園採訪報導